牛角撤 这次的战术 给到湖顶让阿迪丽拿球 这边跑的拆进来 造成犯规 打球战术 现在在防守端三分位队有一点难受 云开喊小鱼下个回合叫阿迪丽去打23 下个回合叫阿迪丽打23 打球 打球 让周伟豪换一下那个 周伟豪 不用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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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伊桑站上罚球线 卢伊桑两次罚球第一次没有命中 看看第二次罚球 自己知道这球头短了很聪明 马上把球权也就是篮板拿到 再为本队获得一次进攻的机会 14秒进攻时间现在已经流失了一半分到 底线转移球非常漂亮 10号冯洞扬 2秒的时间 10号冯洞扬 10号冯洞扬 12比4 冯洞扬队 即使王教练不在场 在第一节打得风生水起 12比4 冯洞扬 12比4 冯洞扬队 即使王教练不在场 冯洞扬队 这一下投篮偏出 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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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洞扬 冯洞扬 你换一下子龙 然后你打2号位 张智晨 你打1号位 第一节还剩下2分19秒 两边比分 12比4 冯洞扬领先3分位 8分 路易桑在右侧湖顶外接球 这下给到 余大森看看 这一次 带着身后的 张建良抢到老板 高手打净 漂亮 漂亮 内戒魔兽张建良 卡入座王启江南 转身 高手打净2分 帅 14比4 2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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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要适应速地打开 看看张智晨 这一下 智晨 底线突破 2分收下 14比6 牛角侧 0号 牛角侧 牛角侧 0号 阿迪丽 左侧 这边还是要打一个牛角 看看阿迪丽 两次的掩护之后 直接拔 3分拔一个 这下短了 自己收到老板球 看看再分析 但是球 传给了观众 现在14比6 第一截达到现在 还有一分20秒时间 10 一键参版名上 有防守的动作出现 10号冯洞阳犯规 由于团队犯规 彭家产队已经犯满了 所以这一次的防守万规 直接送对方 球员王嘉一 上罚球线 两次罚球 来掌声鼓励一下 王嘉一 嘉一哥 球进 罚中换人 这次罚中换人 就阿迪丽打个1 阿迪丽打1 阿迪丽打1 打1 打1 14比7 同下战还是领先7分 刘东看球 阿迪丽 给到刘东 刘东 给球之后 这边看看左侧上来 红薄 再找阿迪丽 这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惜没有投进 这下信网达 差一点球没拿好 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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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结最后一分钟 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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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 欢涛 漂亮通过掩护之后 带着球 一个没穿好 一个没拿好 而这边支撑 转斗回来 自己的错 自己弥补 看看造成犯规 张子晨把球断回来 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两次罚球 今天三分卫队 在第一节的手感 确实有点迷失 他们有非常多的投篮机会 但是就是没有投进 一样 两发一中 同时展队继续做换人调整 3 第一节最后40秒 9号红博 给到内线魔兽 12号张电良 在三分外的持球 面对张南 这下自己往里抹一点 再交手利手 顺着做一个掩护 身后的防守队员 谢皇达 有一个犯规 刘红博 两次罚球 现在14比8 红枭闪领先6分 来 掌声鼓励一下 红博 今天第一节 两边的罚球的感觉 都有点奇怪 也是一样 两发一中 走二 让广达走二 追梦 陈军战 从第一秒开始 就非常的紧张 亢奋 所以难免会影响人家手感 这边应该是三分为一 最后在第一节的进攻机会 还剩14秒 张子晨在外界控球找到自己队友 看看谢广达 谢广达是一个有三分射程的球员 这一次做一个犹豫不之后 后仰这两分没有打中 最后4秒 3秒 2 1 出手 5没有投中 好 第一节比赛15比8 大家 同战盛顶先7分 第一节朋友不在 我觉得他们算是完成任务 其实第一节领先的也不少 他们也很敢投 然后也很敢打 虽然可能战术没有 没有王志祷在现场的时候的执行力 那么强 但是我觉得他们通过很多个人能力 和对于篮下的这个进攻 我觉得也是 也得到了很多的分 现在也让我们再次拿出我们的掌声 来邀请我们的黄世鹏教练 回归自己的队伍 恢复执教权力 那个小鱼 刘东 周伟豪 电梁 然后那个刘东 孙鹏 你们五个还是五个打 这个孙鹏打23 回来之后掩护都换人 你自己防自己人 其他人都换人 为什么老爷爷一拿手去抱人家 我以为当时范围没动 都说了王嘉一打掩护就换人 你还拿手去抱人家干嘛去 好吧 你们几个还是继续打 算是比较满意吧 关键是防守 我觉得防得好 这个确实能给对手很大的这种压力 尤其是对手打那几个战术 我们都能够非常好的去破解 这个是其实我们在开局阶段领先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点 落后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 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地做好准备 还好就是我们只是在个位数的这个比分 大家还没有乱 还是能够就是说尽快地能够去稳住 是吧 能够把这个比分去咬住 他现在的防守抢得很大 我们要增加突破了 就不要拿着球站在那摆摆摆 大家逼得很大 是吧 你们要选择就突破 我们第一节其实盯人防得并不是很好 一个是篮板球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我们的反击没有打起来 我们有拿到篮板 但是我们的反击没有打起来 还有这个什么 我们在进攻的时候 你们接球就是没有做好准备 他会扩得那么大 他会拽呀爆啊 所以你们在接球之前要做好准备摆脱压人 是吧